我们正在为这个国家的灵魂而战 乔·拜登发布了一段针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网络视频 正式加入2020年总统选战 但如果我们给特朗普在白宫带上8年 我们将永远和根本性地改变国家的特性 改变我们自身 我不能袖手旁观 拜登特别提到了特朗普一段备受批评的言论 2017年白人至上主义者在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 与反对他们的抗议者发生暴力冲突 特朗普总统随后说双方都有很好的人 就在上个月一个消防队员工会的成员们 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敦促拜登参选 美国不相信延弃 从来没有 也永远不会有 这是因为你们 第三种道路的分析人士吉姆凯斯勒说 拜登开始他的第三次总统竞选之旅时略受欢迎 他是领跑者 他不是像上次希拉里克林顿那样的优势特别明显 一开始就让人觉得胜负已定的那种领跑者 但我确实认为他可以称得上是领跑者 人们对他有着真挚的感情 人们确实认为他能打败唐纳德特朗普 乔治华盛顿大学专家马特达莱克说 拜登面临很多民主党竞选对手 几名女性和少数族裔候选人希望从一个年轻 和多样化的选民群体中获得支持 民主党参选阵营铺得这么大 这么有趣和充满活力 坦率地说 有许多非常强大的候选人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 都有可能登上顶峰 拜登最近受到几位女性的抨击 他们说拜登喜欢亲密接触的个人风格 让他们感到不舒服 拜登誓言今后要更加谨慎 许多民主党人认为拜登是温和派 拜登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 担任了八年的副总统 他指望这段经历 能够为他赢得进步派活动人士的支持 大家都问我 你是哪种民主党人 我是奥巴马拜登派民主党人 我为此感到骄傲 凯斯勒说 拜登的领先地位 将使他成为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 他将立刻面临很多攻击 因为他让其他的候选人觉得 我需要把他打倒 才能有机会 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 对拜登参加竞选表示欢迎 称呼拜登为瞌睡的桥 美利坚大学的分析人士 比尔斯维尼说 拜登今年76岁 他的年龄和长期担任 德拉瓦州联邦参议员的经历 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 竞选是关乎明天的事 他们与昨天无关 民主党人只要他们把注意力 放在明天就会赢 拜登一开始的策略 似乎是要说服民主党人 相信他是明年挑战 并击败特朗普总统的最佳人选 美国之音马龙 华盛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